温身是血的男人 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奇怪的游泳池里 六米深的池子 原本可以淹死任何人 如今却干涸到一滴水都不剩 突然一股钻心的疼痛射向了脑神经 再低头看去 男人魂飞魄散 一只鳄鱼正在疯狂地撕扯着他的肌肉 要想知道男人为何陷入绝境 今天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六天前 泰国某广告公司 接到了拍摄水下MV的单子 男子作为艺术总监 多年来拍过上千条广告 业界都称他为千条哥 千条哥找到一处废弃的室外游泳训练馆 灌满碧蓝的池水 再扔进沙发等一些道具 用灯光将氛围打造的相当之梦幻 出于拍摄需要 千条哥还带来了自己的宠物 牧羊犬 旺财 旺财体型庞大 但是非常听话 只要听到哨声响起 他就会一跃而起 完成拍摄规定的动作 除了听话的狗子 千条哥还有一个听话的女朋友 名叫阿丽 前来探班的妹子 把千条哥拖进小黑屋说情话 两个人搂在一起 正准备打马赛克 好机友托尼出现了 托尼告诉尴尬的情侣 先把枪放下 Sawadika MV 拍完了 赶紧收工回家吧 千条哥送走女朋友以后 飘在水池中央 享受着无人打搅的宁静 托尼将旺财拴在池边之后 告诉千条哥 兄弟 我先撤 游泳池就交给你收拾了 我帮你叫了披萨外卖 哦 还有 你的胰岛素 记得要打哟 闭目养神的男人 哪里知道 托尼前脚刚离开 粗心大意的泳池管理员 就落下了闸门 拍屁股走人了 千条哥一觉醒来 顿时发现 大事不妙 排水口 打着漩涡 悄无声息的 吸走了一半的池水 而这宽壁篮球场的游泳池 也不知道 是哪个傻 设计的 居然没留梯子 三米的落差 光滑的墙壁 让男人毫无办法 甚至还为此 抠断了指甲 看着在震动中 一点点滑向自己的手机 千条哥 以为自己有救了 然而 关键时刻 为主人着急的狗子 失足跌进了池子里 狗链将它掉在了半空中 让旺财上下为难 等到千条哥 把旺财推回岸边 另一头的手机 却跌入了池底 网着进水后 黑屏的iPhone8 他恨不得 抽自己两个大嘴巴 哎 为什么早不买带防水的 华为P30 更倒霉的是 千条哥潜入水中 想用毛巾堵住排水口 这一举动 让千条哥 完美错过了 外卖小哥的披萨 也错过了得救的机会 在明白自己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他之后 精疲力尽的千条哥 瘫软在救生店上 沉沉睡去 就在此时 有胸有腿 却没长脑子的女朋友 阿丽出现了 女孩也不看到底什么情况 悄悄爬上了三米跳台 她想用一个完美的入水动作 给睡着的千条哥 送上惊喜 可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 千条哥一声惊呼 吓得妹子脚底打滑 后脑勺结结实实的 摔在了水泥台上 噗通一声 阿丽整个人砸入水中 瞬间染红了池水 为了给大出血的阿丽 包扎伤口 千条哥只好折入水底 取回毛巾 血是止住了 可水很快也流光了 男人望着陷入昏迷的女朋友 头顶传来了望财的叫声 转身望去 他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居然有一只标肥体后的鳄鱼 缓缓地爬到了池边 狗子的怒吼 惊扰了这只庞然大物 只见它坠入水后 很快消失在千条哥的视线里 奇怪的是 一整夜的丹精兽爬后 直到水池彻底排空 鳄鱼也没对千条哥 做出什么动作 望着鳄鱼隆起的肚皮 再看到阿丽口袋掉落的 燕运棒 千条哥懂了 眼前这两个一动不动的雌性生物 都已经有孕在身了呀 千条哥发现 阿丽伤口需要胶带固定 而鳄鱼嘴巴里 恰好含着一卷胶带 也顾不上是不是天意 还是巧合了 千条哥冒着失去手臂的危险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拿到了胶带 女友生命 暂无打碍之后 千条哥开始了自救行动 他撬开排水口的井盖 钻进下水道里 想找到可以爬上岸的出口 结果发现依旧是死路一条 趁千条哥离开的时候 鳄鱼盯上了阿丽 一步步爬向女孩身边 好在千条哥及时杀了回来 拼尽老命赶跑了鳄鱼 在人和鳄鱼的生死对抗中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天 阿丽渐渐苏醒 严峻的生存问题摆在两个人面前 他们饿到前心贴着后心 更致命的是 千条哥这位糖尿病人 已经好久没注射胰岛素了 也算岸上的旺财有良心 狗子自己吃下一片披萨冲击 剩下的全部都丢给了主人 两个人狼吞虎咽 填饱肚子 熬过了又一个闷热的夜晚 四日醒来 看到母鳄鱼竟然产下了一窝卵蛋 千条哥系上心头 他用毛巾盖住排水口 引诱鳄鱼落入陷阱 但是拿到了 可如何钻木取火 也是件头疼的事 好在千条哥对自己的手速很有自信 他疯狂的搓动双手 咻的一声火苗 窜了出来 面对两颗洁白光嫩的蛋 千条哥吞下口水对阿丽说 你需要补充营养 来我的蛋给你吃 阿丽恢复元气之后 小情侣展开了新一轮的自救 他们想通过迭罗汉的方式爬出深坑 可惜六米的泳池实在太高了 即使换异线连踩着姚明 也未必能摸到岸边 更何况阿丽的身高 只是略高过郭敬明而已 为了躲避此日毒辣的太阳 防止进一步的脱水 千条哥逼不得已 放出了下水道的怪兽 两个人和鳄鱼锋利的锯齿擦身而过 将将好躲过了死亡之吻 命运似乎特别喜欢和千条哥开玩笑 男人在快要休克昏厥前 摸到了遗失的胰岛素 挽回了一条小命 可好运气到此为止了 他本以为头顶上盘旋的滑翔伞 能够看到他用胶布贴出的求救信号 然而 等他爬出去抬头一看 干 不过是遥控的玩具而已 这个时候 大风刮来的防盗铁丝网 成了千条哥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顾不了手中淋漓的鲜血 一步一步向上爬去 就在千条哥即将看到希望的时候 铁丝网再也支撑不过去了 一声惨叫之后 千条哥摔断了腿 彻底昏死过去 要不是鳄鱼啃食他的腿 千条哥恐怕还不会醒 男人连滚带爬 摔进下水道后 反倒清醒了 这左右两头都有出口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于是千条哥拖着残破的腿 一寸一寸的挪向光明 他用光力气踹开井盖 钻出洞口的那一刻 他仿佛重获了心声 可他在抬眼望去 整个人直接崩溃了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 这鬼地方有两个游泳池 一个深六米 另一个也深六米 千条哥此刻 站在另一个深六米的枯水池中 跪在瓢泼大雨中咒骂着 苍天哪 请你救救阿丽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吧 话音刚落 千条哥眼前一黑 第三次昏迷过去 世上还真有这么寸的事 玩滑翔伞的两个人 为了捡起掉落的玩具 吓到我池底 可当时的情况是 鳄鱼躲在沙发后避暑 阿丽躺在下水道中 奄奄一息 千条哥也还没苏醒 两位人兄根本没多想 留下一个梯子以后 转身离去 鳄鱼一开始并不想招惹人类 大家井水不返河水 其实也挺好 可看到自己的卵蛋 被吃个精光 鳄鱼决定大开杀戒 他等到千条哥再一次钻出洞后 立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面对鳄鱼血腥的扑杀 千条哥并不恋战 他眼中只有梯子 因为暴雨不止 洞口又被堵住 要是他再晚一步 阿丽就会被淹死在下水道里 然而千条哥运气太差了 距离梯子一步之遥的地方 大风卷走了梯子 卷走了他全部的希望 心里憔悴的千条哥坍倒在地 累了 毁灭吧 赶紧来咬死我算了 就在千条哥放弃挣扎的那一刻 阿丽吹响了求救的口哨声 男人听闻此声后 一棍子戳穿了鳄鱼的嘴巴 重新找到了战斗的勇气 可岸边的旺财就可怜了 长期养成的条件反射 让狗子听到哨音后 不顾一切地跳了起来 就听一声翠响 旺财的脖颈断成了两节 晃晃悠悠地悬在了半空中 阿丽的哨声听不见了 旺财也停止了呼吸 如此悲惨的结局 激发了千条哥的小宇宙 他举起钢棍 如雷神附体 从天而降的一击 冻穿了鳄鱼的身体 讽刺的是旺财的死反倒救了主人的命 千条哥忍住悲痛 踩着旺财的尸体 终于爬出了致命的深渊 他来不及赶上爱犬的死 连忙撬开了锁死的铁门 从深水处捞起了女友阿丽 他死了吗 不 有女主光环加持的阿丽 等千条哥哭完之后 吐出了一肚子苦水 奇迹般的复活了 小虾想说 这部泰国的恶口逃生 虽然男主角的运气实在太悲 女主角也蠢得伤心 但一波三折的剧情 以及鳄鱼的出现 让本片极具观赏娱乐性 本片还教育我们 如果一开始手机进水 不会失灵 也不会有后面这么多麻烦事了 所以小虾告诉各位 手机还是要买防水的呀 哪怕不是遇险落水 至少你们也可以边洗澡 边看我的视频呢 啊 多爽啊